那在哈尔克夫的部分 我们看到好像取得了一些局部的一些反转 比方说我们刚刚讲乌克兰副总理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造具嘛 他就故意丢出一张图 烧得很漂亮哦 你看这是俄罗斯的S300 有没有 这是用美制的哦 用美制的这个海马斯打中咯 打中你的S300哦 就是耀武扬威嘛 当然斯汶也特别讲了 美国这个绿灯也是开的有条件 比方说你只能够打击哈尔克夫周边的目标 也不能打到莫斯科去对不对 然后你只可以用射程只有70公里的 短程多管火金系统 不能用这个长程射程300公里的 这个ATACMS不可以用 但是它会不会慢慢开 有可能啊 西方都觉得呢 这个都开了 下一个就慢慢几个月后 说不定乌克兰守不住就再开嘛 然后新的一些战报 你看乌克兰哦 这个泽伦斯基在这个外交上也很努力 他跟瑞典签了安全协议 跟冰岛签了安全协议 连下三成 另外一个应该是挪威 这个北欧这几个国家 都答应要援助他 还有另外一个这个现场 大家看到了 海马斯也摧火了俄罗斯的一个大型的 一个装甲纵队 那是蛮传统的那种行进方式 被乌克兰给标定 另外呢还有包括德国 德国消资态度也有所转变 他说使用德国提供的武器 攻打俄罗斯军事目标 不会导致战争升级 更不要说荷兰可能F16啊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西方哦 现在把这个大门一开啊 灯这个灯绿灯一亮之后呢 整个战事会不会开始反转 最具体的哈尔科夫 会不会开始反转 当然另外乌克兰的问题 还是存在 比方说没有兵员 所以在有一个现场有被民众拍下 这是乌克兰的征兵队到乡村去抓夫 就不得了遇到一大群乌克兰大妈 你知道那个大妈是蛮凶悍的 就上街把那个征兵队的人员 拖下来暴打一顿 就是整个村子剩不到几个男人了 你还要把他拉走 所以全村的妇女上来跟他拼啊 好然后现在呢 士林兵的男生想办法逃出去 买一个出国的机会 贿赂金额提高了11倍 现在大概是2万美金左右 所以丽将军怎么看待 哈尔科夫会反转吗 我特别讲哈尔科夫 为什么现在这个北约这些国家 开绿灯 其实结论一句话 就是拜登为了他的选举 能够拖到11月份以后 那为什么这样讲呢 你知道这来讲很多的 这种具体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得到 就是说美国开放给开绿灯的是 这种海马斯火箭 而且只有70公里 这个是很关键一个数据 那你要知道 其实这种海马斯火箭 它要打击的 一定都是高价值的目标 那战场上面 什么是高价值的目标呢 第一个你的后勤单位 就油料库弹药库这些东西 当你没有油料 没有弹药来讲的话 你当攻击力道就会减弱 指挥所预备队 预备队是哪一个 就是距离俄罗斯 乌克兰边境约10公里 这个装甲重队就是他的 俄罗斯的预备队 战略预备队装甲在这个地方 准备哪边要投入的话 从这边投入 那各位要注意到 为什么70公里 因为70公里来讲的话 我们作战 其实也是要讲 要懂得数学 军人来讲还是要懂数学 前期21吗 不是 余将军不用懂数学 因为我们知道 就是说我每天 我不可能说所有 假如我是一个步兵营 所以我不可能把所有炮弹 那油料全部带在身边走 那重量太重 所以后面一定有一个 后勤的单位 每天帮我输学 每天送弹药送什么上来 那这个距离来讲 是概率50公里 一天 就是你今天消耗多少 我立刻给你补多少 那距离50公里是用车程 跟搬一下炮弹 搬一下车 这个来回的车程这样来计算出来的 这个是有数据的 这是美国的 美军自己叫翻里面 每天前运70公里 就是你今天你第一线 不得消耗多少 我后勤单位 在70公里我比较安全 那50公里为什么呢 因为在炮兵的车程之外 我炮兵就不要被 这个后勤车程不要被打到 所以概率这个距离是50公里 那现在来讲的话 大家看一下哈尔科夫 现在俄乌双方的这个接触线 你就知道概率是10公里 也就是说俄罗斯现在 他的后勤部队 他的这种战略指挥所 预备队或者是他的指挥所 这些都是在俄罗斯境内 那你打仗 你当时杀人 这个射人先射马 对不对 擒贼先擒王 我当时打你指挥 我打你预备队 打你这些高价值目标 那这些问题 这些都是在俄罗斯目前的 这个比尔克罗多州 俄国的境内 所以他开放这个绿队让你70公里 可以去打到这几个目标 打完这几个目标以后 当然就会延缓 俄军在哈尔科夫的攻势 对重点就是选前不能停 在没选之前一定要打下去 那我就问 万一这样乌克兰还是守不住 那请问一下他长城的 他会开放吗 我觉得我个人是认为不会 不会 为什么我讲不会 其实这个乌克兰 也就是美国手中的一个棋子 那其实双方来讲 普京跟这个拜登两个都知道 说你打我来讲的话 这边你可以打 对不对 但是你绝对不可以 不允许你打到我的重要的都市 包括到这个莫斯科等等 这些重要的都市 你如果对这些重要的都市攻击来讲的话 那就很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 现在双方嘴巴叫一叫 反正乌克兰这种小地区那边 小打小闹 大概大家都还可以接受 这个俄罗斯也可以接受 但是他一旦 你开放让他的中程飞弹 这个ATASMC叫做中程战术导弹 就是他射程可以到300公里 那300公里的话 你就可以打到莫斯科 或者其他这个俄罗斯重要的城市 当这些重要城市被攻击的时候 那代表就是这个 我想说普京大概就是这个 战术型的核子弹 他可能就会丢出来 所以美国拜登也很清楚 我现在来讲 开放你打70公里 就是让你能够延缓这个俄军的攻势 不要这么快的攻到哈尔科夫 但是我特别要讲 今天乌克兰来讲也蛮惨的 你要知道当他把部队 调到这个哈尔科夫来以后 他乌东那边 俄军是不断的在推进的 因为你兵力来讲就这么多 你到底要守哈尔科夫 还是要守乌东阿尔迪夫卡 这几个地方 来讲你只能二选一 但现在来讲的话 他为什么会这么着急的 在这边做反攻 因为哲伦司机下了一个命令 给他的总司令 斯尔司机 他说在瑞士的和平峰会之前 要有些成绩 你要打出一些成绩出来 最好你能够把俄军赶回去 那这样的话我在开峰会的时候 我这边才讲话有分量 但感觉俄军是遭到一些损失 对 所以这个时候 当然为了这个 军事是一定是政治的延伸 那这个哲伦司机 他为了他在和平峰会上面 瑞士的和平峰会上面 能够讲话有分量 有力道 代表说他还能打 他没有完全被打败 那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要求瑟尔司机 在这个时候 用尽所有力量 一定要把俄军 他下的命令是要把俄军赶回去 问题是说瑟尔司机 现在来讲 当这股所有的力量 都进去以后 所以说为什么 把这个 我们现在看到就是 这个部队 车程的部队 车程部队都掉过来 双方来讲 我个人认为 这是现在来讲 这个关键时刻 是一场决战 就是双方来讲 都有 都必须要在这个地方 一个是要把你赶回去 让我在这个 和平峰会的时候 我讲话有分量 那俄罗斯来讲的话 我在这个时候 你不管你和平峰会 就是要让你很没面子 所以他把车程 这个特种部队都掉过来 预备部队都掉过来 所以我觉得说哈尔科夫 目前来讲 双方一定用上 最后一滴滴量 在这个地方做决战 对 这个决战哈尔科夫 这是个面子问题 对不对 那讲到这个瑞士的和平峰会 也真的是很有戏 今天一大堆细节出来 你不要以为 只有谁去跟谁不去 去的理由跟不去的理由 都让大家惊呆了